区域格局优是省委十二届十四次全会勾画的十四五十七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全会提出的区域发展形成新格局是指中心城市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增强 新型城镇化加快推进沿海与腹地良性互动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这是对辽宁省情的再认识再深化是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自觉遵循 更是隶俗大局战位全局科学布局的统筹谋划 各个地区每个城市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把自身放到区域发展的新格局中 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有机融合形成整体合力 区域发展要形成新格局必须发挥中心城市的牵动作用 沈阳大连是全省的龙头 要以沈阳为中心城市建设现代化都市圈 以大连为龙头深入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 沈阳要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枢纽 在打造数字辽宁制造墙省上为全省做出示范 大连要加快建设国际性枢纽港成为引领辽宁对外开放的高地 在实现更高层次对外开放上为全省做出示范 区域发展要形成新格局 必须找准自身定位发挥比较优势 辽西地区有毗邻经经济的区位优势 需率先融入经经济协同发展战略 打造我省开放合作的西门户和新增长级 辽东地区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优质的水资源 要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路子 打造绿色经济区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 资源枯竭性城市要向聚焦生态环境优化 接续产业发展等方面转型发展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遇 全省各地深入贯彻落实省委12届14次全会精神 明确功能精准定位 发挥优势各展所长 辽宁的区域发展就一定会形成合力 形成协调发展 竞相发展的生动局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